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韩国,其实烤肉的价格并没有那么的便宜 一块五花肉折合成人民币居然达到了80元 而且韩国烤肉一般会按照人头来点 要是5个人吃的话,随随便便就要400-500块钱了 要知道这样的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韩国的特色烧烤 八色五花肉烧烤 看到后才知道原来八色烤五花肉 指的是腌制过的八种不同口味的五花肉 不知道还以为真的八种颜色呢 据说八色烤五花肉的老板是通过不断的创新 推出了用不同调味料腌制出的八种口味的五花肉 这道美食在韩剧和韩国综艺类节目中频频现身 从而名声大噪 五花肉的摆盘从清淡到浓烈 有高丽人参、松叶、葡萄酒、大蒜、香草、大酱咖喱和辣椒酱八种味道 韩国牛肉烧烤是韩国料理中的一道大菜 主要以牛肉为主 如牛里脊、牛排、牛食、牛腰等 还有海鲜生鱼片等都是韩国烧烤的美味 但是由于烤牛里脊和烤牛排最有名 因为其肉质最鲜能爽嫩 韩国烤串 专家烧烤店的布置很特别 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修理工具 店员会将烧好的木炭放进铁丝笼里 把肉串和素菜串架在铁丝笼旁边进行烤 也可以拿一串香蕉转动烤圈把香蕉烤得外焦里嫩 韩国烤肉吃法有别于中国烤肉和巴西烤肉 其吃法很特别 吃烤肉的时候要包着生菜叶或酥子叶吃 通常是在手里摊开生菜叶 也可以重叠地铺上酥子叶加一块烤肉 抹一点韩国的辣酱 你可以随意地放上泡菜和米饭 最后收拢菜叶裹成一团食用 生菜叶或酥子叶的清爽 烤肉和辣酱等做料的浓香 使人们享受美食带来的快感 对于本期话题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哦 视频素材来自互联网 由每次剪辑制作完成